接下来这套离岸白银宝钞体系和国内的白银宝钞体系是内外两套体系并行的理论,既是这节课最为复杂,也是最为烧脑的内容。 当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朱高旭的脑子已经开始疼了。 江星火缓缓说道,但是你们只有理解了内外两套体系是如何运作的,才能明白设计白银宝钞的精髓所在。 文言,墙内外的众人都认真了起来。 如果说之前的内容都是原理讲解,带入理解,前置步骤,就仿佛太子丹要教荆轲怎么入殿行李,怎么说话,怎么展开地图一样。 这就是图穷笔线的最后一刀。 这就是江星火所想讲的白银宝钞的终极奥秘。 江星火看了两人一眼,说道,如果有任何,哪怕是你觉得无关紧要的地方,只要是没听懂,都可以随时打断我。 李景龙和朱高旭同时点了点头。 好,那我们现在开始阐述内外两套体系。 首先讲国内的白银宝钞体系。 国内的白银宝钞体系,在之前讲毛定物的时候,顺道提了几句,但这还远远不够。 江星火刚开始讲,就被李景龙无情地打断了。 江郎? 李景龙忽然问道,我其实对国内的白银宝钞体系,一直有一个疑惑。 问,放心大胆问。 李景龙组织了一下语言,问道,之前说国内的白银宝钞,是以白银为毛定物,白银宝钞跟随白银的毛定价格上下变化,是单向毛定那么请问。 如果老百姓用手里的白银宝钞几对白银,国家又没有那么多的白银可供兑换,这套体系不就崩了吗? 难道还要宣布禁止兑换不成? 如果是这样,白银宝钞换不了白银,也就没有信誉可言了呀。 文言,隔壁密室的朱棣也点了点头,他觉得李景龙想问道,也正是自己要问道。 之前,朱棣也没反应过来,被江星火的一套理论带了下去,如今仔细想想,他觉得确实存在着这个问题。 而夏元吉才是真正听懂毛定物意思的人,他见朱棣的点头沉思神色,想要说什么,最后却还是闭上了嘴。 有的时候显示自己的专业能力,能得到皇帝的认可和信任,但你最好不要时时刻刻,显得比皇帝聪明。 这就是夏元吉这个老官僚的生存哲学。 不然,不然为什么太祖高皇帝在世的时候,大家在非正式场合被问起经济,数数的时候都显得很无知呢? 不是大名馆经济的官员不如自学成才的太祖高皇帝,只是没必要搏了皇帝,平白给自己找麻烦。 博君一笑耳,江星火有些诧异,谁告诉你,白银宝钞可以让老百姓拿着,找国家兑换白银了? 难道不是如此吗? 李锦龙呆了呆,当然不是如此。 江星火皱了皱眉,不记得自己说过这句话,他也肯定不会说这句话。 毛定物不是你理解的这个意思。 江星火反问道,如果白银宝钞锚定白银,就意味着老百姓可以拿白银宝钞找国家随时随地换白银,那不又回到了元朝金银凭准库的老路上了? 是啊,那不又走回元朝的老路了吗? 李锦龙彻底猛了,看江星火的反应他似乎把毛定物的概念理解错了,但又不知道自己理解错了在哪。 毛定物不就是按着白银的价格发纸钞,纸钞可以跟白银按比例对换吗? 难道不是吗? 一阵秋风吹过,李锦龙发丝飘荡,在风中凌乱。 江星火耐心解释道,以白银价格单向毛定白银宝钞,这里是价值毛定,或者从最表面的现象上看,就是白银宝钞的价格跟白银的价格毛定。 更深地讲,所谓价格毛定,也就是说,白银宝钞反应的是大明国内白银的真实价值。 而对于大明国内来说,白银宝钞是货币,白银不是货币。 也就是说,白银宝钞可以买白银,白银不可以买白银宝钞。 听到这里,朱高旭已经开始晕了,而李锦龙还大概能让明白,但截止到目前,江星火的解释依旧没有说明,为什么白银宝钞不能直接兑换白银。 江星火继续说道,老百姓想用白银宝钞买一些白银回家,打造首饰或者存起来,都可以。 国家是允许白银进行民间私人交易的,白银价格就是由朝廷参考市场价格来制定标准的。 但这不意味国家要重新设立白银准库,让老百姓随时随地拿着白银宝钞兑换实体白银,国家不提供官方白银兑换。 李锦龙的脑子暂时还跟得上,他又切而不舍地提出了疑问,那如果民间白银价格剧烈波动怎么办? 你还是不明白,现在大明国内的白银已经是一个接近完美的价值毛了。 将新活尽量用他们能听懂的语言进行解释。 大明国内白银的价格是由民间白银存量决定的,没问题吧? 白银在民间的存量增加,白银价格降低,白银如果被叫藏起来, 大明白银持有者最喜欢干的事或者筑成首饰器物,导致白银在民间的存量减少,白银价格就会上升,没问题。 这个解释,朱高旭和李锦龙都很轻易理解了。 那我问你们,大明国内的白银矿都快枯竭了,存量怎么增加? 李锦龙挣了挣。 是啊,国内如果没有新增白银或者新增白银很少的话,那么国内白银的价格就是接近恒定的。 不对,也不是恒定,而是会缓慢升值。 因为白银稀缺会导致持有白银的人将其较藏,进而导致国内白银存量更少,价格更高。 白银的价格真的不会剧烈波动吗? 面对朱棣同样的疑问,下元集沉默了几夕。 陛下 下元集尽力解释,僵尸的这套设计是没问题的,白银的价格根本波动不了。 为何? 朱棣有些难以理解。 因为从体量上看,白银的总量虽然远小于铜钱的总量,但只要国家不出手干预,民间没人能扰动白银价格,白银的价格就在那摆着呢,最多上下波动一点点。 如果有人囤货居齐,没有商人那么傻,这是在替国库攒钱。 听到下元集的回答,朱棣心中烧鞍。 你说的对,是振多虑了。 朱棣轻轻叹气道,作为皇帝,他所担心的便是银价扰动物价,现在既然确定没什么问题,朱棣自己也松了口气。 而且,下元集说的也有道理。 在大明这种制度下,如果真有人想囤积大笔白银来哄抬物价,朱棣不介意让他体验一下什么叫权势镇的钱。 这种影响整个大明经济稳定的事情,即便是国公这个级别的勋贵做出来,朱棣也绝对不会姑息。 况且,大家也没那么傻,干这种事就为了挣钱。 庙棣智商的滚滚猪公有了权力,要多少钱有多少钱,还要自己费时费力被破一身脏水,亲手做这等事吗? 地方上,谁有能力哄抬全国的银价? 当然,朱棣并非是害怕别人这么干,相反,他还希望能够让国库充实一笔呢。 就如同忽必烈显着没事就杀一个养肥了的雀茶屎,雀岩屎一样。 李锦龙积节道,江郎,我明白了,只要不输入外部白银,那么国内白银价格始终是恒定的,就形成了稳定的价值毛价格毛。 外部白银当然要输入,但只能由国家严格控制输入,否则必然会导致白银大量流入,冲击白银毛,使得国内的白银宝钞被动贬值,造成大明国内通货膨胀。 事实上,江新活勉力言道,国家必须每年输入日本白银的理由有两点。 第一点是为了阻止大明国内白银因为物以稀为规的正常价格上涨,需要都每年输入一定量的日本白银进行配平,让大明国内白银价格保持在一个极小幅波动的范围内,从而稳定白银毛。 第二点是国家要根据大明创造真实价值的能力变化,通过白银毛的价格,来控制货币的超发或停发。 江新活详细解释起了第二点,也就是白银宝钞到底是如何根据白银毛的价格变化,而进行数量上的控制的。 当国家分析判断,认为大明国内创造真实价值的能力在快速增长,也就是需要增发纸钞的时候,只需要增加日本白银向国内的流入,如此一来国内白银毛的价值降低,纸钞价值同步下降,此时增发纸钞就实现了有序的温和通胀,可以有效刺激大明国内的经济发展。 相反,如果大明国内创造真实价值的能力不再增长,甚至陷入衰退,到了需要控制纸钞数量的时候,只需要减少或停止日本白银向国内的流入,国内白银毛的价值会天然地由于较藏这一特征上涨,纸钞价值也将同步缓慢上涨,就可以达到抬高纸钞壁值,降低通货膨胀目的。 听明白了吗? 明白了 李锦龙如是重负地输了口气 隔壁密室 夏元吉却是一脸愕然 日本白银是什么? 夏元吉扭头看向朱棣,却发现朱棣一点意外的神色都没有 哦,忘了跟夏青说了 朱棣拿起茶盏抿了抿茶水 好以闲暇地说道,昨天正交代理部派遣官员 与内庭锦衣卫一同组建使团出使日本的事情 夏青知道吧? 夏元吉在洪武朝就被锦衣卫吓怕了 乍一听,还以为朱棣在试探他是否结党营私 而转念一想,好像又没这个必要 他夏元吉堂堂移不上书 大名的财神爷,知道点朝廷里的消息在正常不过了 陈略有耳闻 夏元吉也拿起了茶盏,喝了口茶压压惊 嗯,朱棣放下茶盏,轻声说道 就是说呢,江星火说日本有个银矿 夏元吉点了点头,含混地附和了一声 原来如此 一年产八百万两白银 哦哦,那还不,扑 夏元吉一口温茶喷到了地上 胡须和关袍上也沾了些许 夏元吉都顾不得擦拭 难以置信地望向朱棣 地,下,您,说,多,少 八百万两啊,地图都画好了 好找得很等,找到了地方确认无误 以后这块地就是大明的了 朱棣又喝了一口茶 嗨嗨,夏元吉剧烈地咳嗽着 眼中满是不可思议之色 随后便是眼皮子狂跳 作为大明的户部尚书 夏元吉当然知道这些白银不能骤然流入国内 否则会给国内的大明宝钞带来更加剧烈的冲击 可让下西洋的船队带去外国 也能买到无数的好东西啊 这不相当于白减 陛下,您,没跟陈说笑吧 夏元吉仍不敢相信 朱棣反问,江星火说的话你信不信 夏元吉老实承认,现在信了 朕觉得也可信,就这么简单 朱高旭又问了几个问题后 也表示自己搞明白了 见李景龙和朱高旭终于艰难地搞懂了 国内白银宝钞的运行逻辑 江星火继续讲了下去 国内的白银宝钞体系运行逻辑讲完了 江星火炖了炖道 接下来讲国外的离岸白银宝钞体系的运行逻辑 江先生,什么是离岸白银宝钞 李景龙兢兢业业地扮演着朱棣交给他的角色 意思就是白银宝钞要分为两种 一种是国内使用的 另一种在版面上加上特殊标识 只用于国际贸易结算,换言之 只当作贸易交换的一般等价物 不成为能在国内流通的货币 听不懂 朱高旭很老实地说道 江先生能换得好理解的说法吗 可以 江星火想了想后说道 通俗点说 离岸白银宝钞就是你去赌档里 用来代表钱财的募筹 随后江星火又给他们形象比喻了 这么解释 李锦龙和朱高旭就大概明白了 说白了 赌档贸易场所里的不同的人国家 都把自己带来的钱金银铜换成同样的募筹 离岸白银宝钞来跟掌柜 大银进行结算 掌柜收的是顾客的钱 给的是募筹 钱和募筹之间的比例 在赌档里跟在外面大银国内不一样 赌档里的比例是掌柜自己定的规矩 这跟募筹也换不了外面用的纸钞 同样 这些用来交换募筹的钱 也不会进入外面流通 只会在赌档内不流通 给这俩赌棍用他们熟悉的方式解释完后 李锦龙傅又问道 那为什么要弄这么复杂的两套体系呢 一套通用不行吗 暂时不行 江星火继续说道 之所以要设立两套体系 就是因为国内的白银宝钞是以国内白银锚的价格来进行锚定发行 而如果对国外正常贸易带来的白银不加限制 必然会导致正常贸易带来的白银由于国内外价差的原因 大量涌入大名国内 原因就在于 为了维持当前国内白银锚的稳定 国内白银价格会显著高于国外白银 存在着很大的套利空间 国外商人会以对他们来说很便宜的白银 大肆购买在大名国内价格很贵的商品 这会导致通货膨胀和贸易逆差 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所以 必须建立起一道白银壁垒 所有的贸易结算 都以离岸白银宝钞货币池结算 隔壁的下园集 此时听得聚精会神 下园集下意识的喃喃自语 离岸白银宝钞货币池 难道是 形成一个独立的 用来结算的银库 下园集咽了口唾沫 此时 他忽然觉得自己 好像在江星火的引导下 触及了新世界的大门 无论是大名国债 还是国债西律倒挂 亦或是这套新的离岸白银宝钞货币池 对于下园集的意义都不亚于重获新生 这是中国经济历史上 从未有过的传新玩法 因为下园集清楚知道这些东西的含金量 它代表着化时代的意义 下园集看向墙壁 仿佛要看到对面的江星火 下园集的心中涌动着浓烈的感激和敬畏 要知道下园集从小到大 所接受过最高级别的经济教育 也不过是御心教给他的那套 自送源传承下来的经国记民之道 而那些东西里 可没有江星火所讲的这些新事物 江星火的讲解仍在继续 一按白银宝钞只起到一般等家务的作用 不进入国内成为流通货币 是根据国际白银的价值来进行波动 外国商人如果来大明进行贸易 他卖掉货物手里拿到的 就是这张特殊的离按白银宝钞 然后他可以去士博斯 以国际白银比率兑换白银 他所获得的不是国内的白银 而是存在于离按白银宝钞货币池里的白银 也就是说 在理论上 贸易通过白银兑换离按白银宝钞完成了 但没有任何白银进入了大明国内 都被离按白银宝钞货币池截流了下来 沉淀在池子里 或者从池子里拨出去付款 而由于大明的优势贸易地位 大明出口必定是远多于进口的 因此会用大明的特产货物 如瓷器、丝绸等 源源不断地从外国获得白银 离按白银宝钞货币池一定是越来越满的 经过了上面赌当 木筹的一系列生动形象比喻 李锦龙和朱高旭已经明白了 这个离按白银宝钞货币池是怎么回事 因此 两人没有继续问纯问题 朱高旭只是问道 那需要一直维持离按白银宝钞货币池这个独立的 赌当吗 不需要 江星火摇了摇头 那要维持到什么时候 维持到赌徒们把自己手里的钱都输光为止 那时候 掌柜手里掌握了绝大部分的钱 哪怕改一个霸王条款 赌徒们也无力反抗了 江星火认真说道 在这个时代 西方国家也没有太多的白银 为开启大航海时代 无法获得美洲白银 那么大明一旦用离按白银宝钞货币池 吸干了西方国家现存的白银 大明彻底掌握了世界白银定价权 就可以进行这最后一个步骤了 也就是与大明贸易体系内的所有国家签订协议 贸易从以白银为实际结算单位 以按白银宝钞为一般等家务进行交易 改为以白银宝钞进行结算 呲 李景龙和朱高旭对视一眼 他俩当然明白这条羊毛到底有多么恐怖 好狠的赌当掌柜 不仅要把赌徒们手里的钱都拿走 还要千万生气 生生世世不得翻身 养人不由的一时庆幸 还好主导这套体系的是大明 否则要是买卖东西都要用别国的货币 看人家脸色形势得多么憋屈呀 将星火的目光看向远方 从此以后白银宝钞将成为世界货币 大明的通货膨胀 将可以通过白银宝钞贬值的方式 输送到全世界的每一个处于大明贸易体系内的国家 从而稀释缓解国内的通货膨胀压力 还可以让大明的经济通过贸易发展手工制造业 实现新的税收造血循环 将星火手里攥着的那一枚八四八文银币 再次腾空而起 而争 银币弹到空中 在阳光下闪烁出了森冷的光泽 掌握了世界货币的铸币权 任何一个国家的国王都要养大明鼻息而生存 这便是我上课前所说的那句话的真正含义 下课 隔壁密室中下 圆集正然良久 方才从全新的世界中抽离出来 建筑地正在端向着它 下圆集坦然道 一时出神 让陛下见笑了 这节课听完了 感觉如何 朱棣依旧在慢悠悠地喝着茶水 事实上 他的经济知识不是一般的匮乏 所以很多地方没太听懂 并不那么感到震撼 将星火没让他起到什么情绪波动 下圆集的回答 却让朱棣手里的茶盏泛起了涟漪 此生愿为僵尸门下走狗椅 今日一点八万字奉上 再重复一下更新时间 以后固定每天晚上八点 害怕有人没看到更新说明 顺便求月票